我们要颁发的是一个专业奖项 这个是兵家必争的奖项 那些常对嘴的歌手们 甭想入围 的确因为一定要有真正的实力 才可以好好地演绎一首歌曲 接着下来要颁发的两个奖项 分别就是最佳演绎男女歌手奖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颁奖人 也就是资深音乐总监 许环良先生欢迎 欢迎 大家晚上好 刚才伟松老师下台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上面很冷会发抖 我在后面等了很久 真的会发抖 可是我想在今天这个 冷气很冷的夜晚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 很温馨的场面 看到很多老朋友 包括精英 会师 师 师仁臣 还有很多多年不见的朋友 那这个晚上呢 连妈妈都上来了 然后连爸爸的女儿也来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 在颁最后几个很重要的奖 我们先看一下入围名单 最佳演艺男歌手 入围的有 曹葛 因为有了你的爱 总是不平凡 尘域迅 有缘往里面发生 想不到什么新的更值得 回忆只剩下句不 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 林又嘉 想你的那一刻 谁才是你爱情中的佛 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 是都想要遗忘 周杰伦 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 能触摸结构才明白 新加坡竞技奖2008 最佳演艺男歌手奖 这位歌手呢 我认识他也是一位老朋友 我在1995年的时候呢 在台湾见他第一次面的时候 那时候他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在香港参加一次歌唱比赛 获得优胜奖 陈奕迅 恭喜英赛 恭喜陈奕迅凭着不想放手专行 连续第二年获得金曲奖 最佳演艺男歌手奖 很高兴可以从徐老师 手上得到这个奖 首先要谢谢 非常谢谢933 其实一直对我的 很大力的支持 怎么说 其实刚刚那些男歌手 我都非常欣赏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 怎么要说什么了 反正 一起努力了 还是那句 继续把每首歌演绎得好 就OK了 尽心投入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恭贺 陈奕迅 恭喜 好 下来我们看 女歌手的入园名单 最佳演艺女歌手 入围的友 蔡淳嘉 蔡建雅 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你的姿态 你的情爱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莫文蔚 要为自己鼓掌 正常才不正常 就算在不及许愿的恶心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从今 新加坡金女奖2008最佳演艺女歌手奖 这位歌手呢 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见她第一次面 那个时候呢 她是来自一个小镇的一个姑娘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 这个小女孩呢 如果到台湾去发展的话 她不知道能不能够适应 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呢 她不但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而且非常的努力 我一直希望她得奖 梁静如 不管是在小镇或大城市 很多人都爱听她的歌 恭喜梁静如 你以为爱 就是悲哀 你会活了 说真的我今天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好久不见许环良老师 当初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 真的是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然后见过她 那那时候就是希望说自己 如果真的有机会唱歌的话 会认真地唱好每一首歌 那其实我很想说的是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幸运 因为很多的好的歌词 好的曲 其实都让我们遇到 所以接下来如果不管怎么样 遇到更好的歌 我一定会好好的都把他们的故事 诠释得好 谢谢933 谢谢歌迷 谢谢所有看好我的人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再次的恭喜梁静如 也要谢谢环良老师 为我们奔发了两项大 谢谢观看